这一次下跌会打爆很多盲目死扛的人 这么多年了市场从来没有一次见底是在一片呐喊声中出现的 它只会出现了你再也不想打开软件看账户 之后才会悄无声息的走出来 你看最近出来呐喊的那些所谓的专家们 又有多少是在医药白酒新能源顶部的时候喊你入场的呢 而这一轮下跌最厉害的就是这些方向 腰斩50%你就得翻倍才能回本 如果所有人都想着回本那么就不可能全都回本 现在技工呢都在说看好明年 而私下其实都觉得明年会更难做 难做的点就在于方向节奏如果踩不准 那很可能最后又是白忙活一场啊 而大家现在一直看好的方向呢 基本都是接下来成长性的方向 比如说什么人型机器人啊 MR啊人工智能啊这一类型的 连某队这种过去只做银行大权重的 也在切换方向 那作为散户的我们也得先知先觉呀 你看这次于敏红二选一免去了孙东旭 其实就是选择了新成长 割去了老塞岛也是一样的道理 最后说个无奈的是啊 最近村里面要壮大耐心资本 这个提法很妙啊 那到底什么叫耐心呢 之前只听说过什么长线资本 架投资本 但是今年这种拉款的行情 来了A股基本都被打成套牢资本了 即使是耐心资本来了 如果市场依旧是只想卖公司 那谁来了都没用 你们说对吧 要我说还是咱们的任务资本 某队你给点力 那反正坑都是要填的 散户的资金已经不多了 只能是某队来了 以上信息仅作为学习交流和知识分享之用 不作为投资建议